园林斗六的石柳车站 28号晚间 一名青少年 疑似贪图方便 不想走楼梯 竟然直接跳下了轨道之后 再冲到对面的月台 力不行进 被一旁等车民众 统统拍了下来 铁路警察局就表示了 这个少年行为是已经处罚 将开罚1到5万元的罚款 年轻男子带着压师 冒从火车站月台 纵身跳下铁轨 接着冲刺到对面月台 双手一撑轻轻松松 爬了上来丝毫不费力气 但惊醒一幕已经让不少人 捏把冷汗 不可以这样 很危险 如果火车来的话 这样子对火车来讲是很危险 就是火车压道 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过来这边 走楼梯 黑衣少年跳轨 完毕的危险举动 全被等车民众目击 用手机拍下 他不紧张别人 可是看了心跳漏一拍 事发就在28号晚间 云林斗六的石柳火车站 白天重回现场 是逢中秋廉价 很多人已经提早返乡 搭车的人不多 月台和铁轨高低落差大 大家也都知道 等车千万别靠近月台边缘 但少年还是不顾其他人 眼光跳轨嬉戏玩闹 完全没有意识到 这到底有多危险 铁轨是火车专用高路 民众于轨道上跳跃行为 不仅违及自身安全 也可能影响社会大众乘车全域 铁路警察已经掌握少年身份 侵入铁路路线 将被开罚最重5万 幸好这次没发生意外 但为了耍帅 一时好玩或贪图方便 拿命开玩笑 实在不值得 借过正义云林 唱不到